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四字建国 欢迎看我吃别人中国 这个系列中我打算吃每个地方的小吃 然后把最好的寄给我爸妈 让他们试试 第一集我吃了重庆小吃 我已经选好了一些非常好吃的重庆小吃寄给他们 我也问你们下一集应该吃哪里的好吃的 日评第一的是 其实日评第一的是青岛饼干 所以这次我就选了一些山东零食 好吧 我们继续吃遍中国 往东走 这是西游记的音乐 我是往东 算了 你就开始吧 好尴尬 开门剪删 青岛饼干 我大概十年前去过青岛 好久没去 我应该再去 但是说实话我从来没听过青岛饼干 全称青岛饼干 最好是热牛奶泡 粉丝建议两个吃法 一 用手拿着饼干 泡一半 便泡便吃 二 把饼干掰成小块 直接放在牛奶里 那我就掰成小块 但是先我要直接吃一个 这像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相信是QS青岁等 HP 饼干 就是普通的饼干 摆成小块 放在牛奶里 应该很快泡软 已经泡软了 这样好吃 这样非常好吃 有点太软了吧 这有点像麦片 泡软了的麦片 说实话就是牛奶的味道 为了让孩子喝更多牛奶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做法 但是 味道就是牛奶 这口感挺好 谢谢给我建议这个吃法 我看到留言的人说 青岛饼干 是怀旧的美食 很多年前就有的 以前的吃的 现在如果你再吃 有的时候 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有些 还是非常好吃 起码能让你想起来 你小时候 有什么好吃 你是从小到大 一直喜欢吃 告诉我 给我发弹幕 留言 然后容易买的话 我也会试试 青岛饼干 我觉得这些吃 普通 泡牛奶更好吃 而且 是 钙男 应该有钙是不是 有的话我就应该多吃 因为我缺钙 很健康 那是你 别动了 知道吗 我还看到有人说 应该把这个泡热水的 总之 应该不应该寄给我爸吗 寄打一 不寄打二 不寄不寄 白花 蛇草水 white flower snake grass water 英文翻译听起来很神奇 哦 蛇草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开始调查 叫 就是一种植物 算重要 有意思的是 我搜了白花蛇草水 找到了他们的官方旗舰店 介绍里 竟然写着是 难喝 这是他们的卖点吗 嗯 嗯 没有味道 哇 这很难形容 这味道很 很特别 哎 也许 中华老子号 啊 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 有点像 如果天气 很热 如果你开始出汗 嘴有点干 有一点渴 所以你就 添醉 然后莫名其妙 尝到最余的汗味 就是这个味道 好处是不含糖 林卡 比其他的饮料 健康 不知道 官方期间点 说的是 我赞同 我觉得越喝越习惯 但我觉得我从不会觉得 嗯 我很想喝一瓶 白花蛇草水 但是你说 提给我爸妈 打一 不鸡 不鸡 打二 拜拜 老山可乐 这个 我喝过 我记得十年前 在清道一个餐厅 随便点了一瓶可乐 然后他们就给我这个 好危险 这可乐里有一些调料 我从来没听过 白石 白纸 白纸是吗 还有杀人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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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我认识的味道 乌枣 还有凉姜 和丁香 有姜和枣的味道 嗯 Lovely 老山可乐的气 没有可口可乐 和白石可乐的气多 我比较喜欢带气的 这也不错 因为味道好 嗯 老山可乐的中药味 没有凉茶中药味重 所以我觉得挺好 因为我都受不了那么重的中药味 但我爸妈觉得凉茶很清爽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喜欢喝这个棒棒的 所以寄给他们打一不寄打二 坏的是 这会让你大噶 Oh god 德州没去过 德州爬鸡 没吃过 不过坐高铁时 总是听到光波说 德州爬鸡 德州爬鸡 我很好奇 德州爬鸡到底是什么 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现了80年代的时候 在中国坐火车想吃东西的话 就没有太多选择 但是 有这个 叫什么来 中华烙的号也是中国飞鸡 介绍写 每一口都是历史的味道 一只鸡是吗 A whole chicken 这么多 怎么办 怎么吃 这是掰是吗 好吃 历史的味道 我觉得 哦呦 我觉得 就高铁吃这个 有点麻烦吧 但是吃吃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鸡肉 你不能不喜欢 你肯定 你肯定会喜欢 但是 有点乱 所以如果头开始痒 或者别的地方开始痒 就有点麻烦 肉很嫩 意料都不柴 是有一点油 也有一点鲜 哎呦 没有餐厅值呢 你就完蛋了 再拔一块 我这都高铁吃这个 除非你认识 你旁边人 旁边人就会有点生气 他们也会想吃 鸡不鸡给伯伯和妹妹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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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周村烧饼 9块钱一盒 这价格 嗯 倍儿好 推荐的人说 网上可能买不到好吃的 古镇里真送的真的更好吃 但我只能在网上买 介绍这些特点 是香醋薄脆 已经用心包装了 但是破碎 无法控制 收到之后感觉是已经 已经碎了 那没办法 我还是想吃 跟德州扒鸡一样 中华老子号也是中国肥鸡 烧饼 就是碎了 这芝麻的味道 嗯 但是咸的 不是那种甜的芝麻味 好吃啊 好吃啊 可以看一下 多饱 嗯 怎么形容这味道 香酥薄脆 不是鸡到英国会更碎 你说 鸡到英国 打一 不记得英俄 打二 一城牌 瑶柱丝 英文是 spicy scallop chutney 是shambeige 是吗 是这样 哦 推荐的留言 没说怎么吃 直接吃吗 还是配饭吃 我没有饭 我就直接吃 肯定是配饭吃 太咸了 这说了 Ready to eat 很嚼劲 有点像鱿鱼 配饭会好吃 如果不知道 应该这么吃吗 第一口我以为太咸了 但是 鱼吃鱼香 在里面也会有大块的 是shambe吗 英文翻译是spicy 一点都不辣 寄给我爸妈打一 不记得二 最后一个 米三刀 直接翻译成英文 honey394 对的翻译就是 three cuts of honey 哦 米三刀 给我推荐的人说 米三刀很甜 伯伯应该喜欢 伯伯爱吃甜的方面 是遗传给我 然后卖米三刀的时候 他们送给我 一袋羊角米 羊角米是山东的小吃吗 我不知道 如果有山东人看这个 给我发弹幕告诉我 但是今天我不是这个 我就是米三刀 哦 有点软 啊 这味道很甜 肯定不健康 这好吃 啊 这好像是 面和糖做的 糖分很高 嗯 不太健康 所以 最好 少吃米三刀 我真能说 甜 甜蜜 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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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甜 嗯 OK 我已经吃了五个 不应该再吃啊 米三刀应该不应该寄给 伯伯和妹妹 其实是 就是寄给伯伯 这是明知古本 我知道你们都会说 寄给他 我吃完了 所以我应该总结一下 我最喜欢的就是 刚才吃的米三刀 但其他的都不错 我觉得德州爬鸡 非常好吃 我觉得在高铁上吃那个 是有一点麻烦 我不会买 但是 在家里 非常好吃 最不好吃 或者我应该说 最不好喝 就是白花蛇草水 没有那么难喝 但是确实难喝 给我发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应该哪几个寄到英国 然后那些重庆的小吃 一起寄到英国 下集我应该吃哪里的好吃的 别忘了高主 OK 下次见 拜拜 像什么像